《家居花藝布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為大家示範一個家居花藝布置 這個類型的花藝布置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不同的氣號 在花店選擇不同類型的主花、配花和配葉 去配搭出不同的層次 首先我們倒入大概四分之三的水落花瓶裏 你可以用膠紙把花瓶後分隔出幾個不同的區域 方便將花材固定在你想要的位置 在鮮花放入花瓶之前 建議將花腳斜展到合適的高度 而比較粗的花徑更加可以在中間剪開 這樣會比較容易吸收到水分 花徑上面會碰到水的綠葉都要撕走 避免令到水變得混濁 首先我們可以將最高的配葉放入花瓶裏 作為一個高度的參考 接著我們就插入剩下的配葉 之後再插入煮花 煮花今次我們選了粉藍色的壽球 作為我們的煮花 最後我們插入不同顏色的配花 在這個季節你可以用多些綠色和鮮色的花材 來帶出下日的感覺 建議大家每兩天換水 去保持鮮花的壽命 最後因應個人的喜好和觀感 微微調整花的形狀 讓它帶出天然的美態 希望你喜歡今集的內容 享受花在布置的樂趣 為你家裡都增添一些生氣 謝謝啦